去年的时候有小伙伴推荐我 有一家店叫什么无聊的玩具 无聊的时候玩一玩都是比较便宜 10块20块钱的那种国产小玩具 童年的回忆啊 那个时候尺子上会自带一个这个 老师还不让玩 谁买这种尺子就给谁没收 只能买那种没有带玩具的尺子 因为会影响学习 你看我当时就是没听话买那种尺子 导致我学习不少 这个是啥来着 买了好久了啊 是一个 乐器啊乐器 还送了备用的琴弦 我先给大家表演一段啊 这个是 board girl 前码 后 音孔 fingerboard 指板 turning nut 调音器 head 头 first string 第一线 first string 第四线 body 共鸣香 耶 这个图和上面有点不太一样 给大家谈一下天空之城啊 上面有这个天空之城的乐谱 嗯 准备好了吗 不管风月我停须等你回来 太难了 给大家谈个生日快乐吧 今天有没有朋友过过生日啊 我看一下啊 祝你生日快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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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有好几个小好板跟我说的 就在淘宝上这家店 我有印象 他们家在拼桌也有店 就卖什么 无聊的时候玩一玩的玩具 什么大人无聊的时候玩的玩具 这个是一个八音盒 这个咋玩 哦 上旋的 挺神奇的啊 纯手动乐器挺好的 这还有一个什么拍巴掌的神器 我之前看小石玩 我买了这我忘了 这个东西长得像一颗大蒜啊 长这样 就是如果说你过年呢 回家在亲戚面前表演节目的时候 怕冷场可以买个这个 这些都是掏出来表演完节目 可以给自己 给给予自己 给予自己一些适当的鼓励 啊 就是比如说 你在公众场合的时候 不想听对方说废话 你也可以拿这个 啊 用这个位置夹他的嘴 啊 让他避嘴 如果你想对谁发起那种 愚蠢清澈的嘲讽攻击 也可以用他 啊 你看破了嘴像不像在骂人 声音好大呀 这个是一个投篮的小玩具 是一个小剂的造型 它这个还挺准的 你这样平放的话 这个球它会自然而然到这个位置 我给大家投个篮啊 我给大家投个篮啊 这样 这个是需要一定技巧的 你要用巧克力 你不能用蛮劲儿 你这个力度必须要控制的刚刚好 让这个哎 成一个优美的抛物线 哎 进了啊 没进 是不是要柔和一点 有没有自薄的朋友 自薄烧烤真的很好吃吗 是卷小饼的吗 还卷大葱呢 自薄烧烤这个价位在多少应该是合适的 是我手劲不够大吗 我 我今天 每次玩这种玩具都要被人说像弱智 我今天收敛一点 这个是两个上发条以后跳舞的玩具 是比较简单的那种发条小玩具 它这个噪音真的蛮大的 我这样空耳听有一种蝗虫过境的感觉 让它两个battle一下 这三个是摇摆小玩具 哎 这是盲盒吗 还说买的都是一样的 给大家看它怎么摇摆的啊 放在这儿 这三个一起排队 哎呀呀呀 哎 待会儿 我愿称之为灵魂伴侣小玩具 你咋还管玩的呢 你家里有小猫咪啊 可以跟他一起玩 哦 好可爱啊 爸妈 你下蛋了 你剩了三个葫芦娃 你这猫怎么这么无趣 你看 这摇摇摆摆的 就很可爱 憨太可居 造成也挺不错的 哎呀 摔到了 呀 亲上了 还有这个走钢猪的游戏 啊 抑制玩具看到呗 玩完之后会变聪明的 撑了抑制玩具 我那时候咳手欠了 还要把这双撬开 把钢猪给弄出来 这个是起点 这个是终点 嗯 那个死胡同 哦 这个有点难度哦 想吃肉包子 肉包子打我有去无回 哎 到中点了 哎 这不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高级的玩具啊 高尔夫 哎 保龄球 就是你们懂的吧 就只有贵族才会玩这种玩具哦 不是贵族玩了以后会变成贵族哦 这个杆是干啥的 我在这儿啊 走嘎 大保龄球摆散 你们记得吗 小时候吃过那种那个口腔糖 泡泡糖 就这种形状的瓶子糖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精湛的技术 再来一次啊 再来个大绝杀 哎呀 啊 bands